外面快40度了 他把公司空调开直热吹暖风 我们好几个同事都中暑归家了 我一进公司跟他们进火焰山了似的 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我都跟他们说过了 我下陷体寒得吹暖风 再说我年年下陷都这么干 那他们适应能力怎么这么差 现在这屋里面比外面都热 刚才他批一个躺下跟他一坐跟坐月的似的 那同事们一个个热都快烧起来了 你这么多不怕影响我同事的关系吗 那反正关系本来也不咋地 也不差这一次了 哎窗户关上 你这冷风冻着我了 我就赖上你啊 他早要 他跟我 现在的公司里热调命 我们放屁都是一段凉法 前两天给老板都气炸了 气炸了 老板刚进公司没多大一会儿 裤头里踹着大火机热炸气的 连西服戴裤子全蹦烂了 裤头都露出来了 老板气厚一天没来 这么热头是为身体温不舒服吧 那他们也没替我考虑 我本来就体寒 我在正宝聊的天 他们离我这么远 你就不能靠近我一点了 我要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负责吗 他们要是不舒服 就赶紧去医院看病 你在这儿和我讲 有意思吗 他确实挺过分的 我们现在也能靠着小洞扇 能吹着凉风 你这小凉风吹着我了 不刮上 不刮 不刮 那我得调高两度 你不提鞋的啊 来来 我赖上你 你不提鞋 好好来 你会胡了 爬麻了 你有点热